民间公益机构基督教关爱中心日前被当局以非法宗教聚会为名取缔 周二上午 大批政府人员及警方道场强行破门而入 将关爱中心内救助的流浪者带走 现场一名基督徒周二下午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被带走的流浪者下落不明 而此次行动十分突然 当局此前并未告知他们 早上他们来了大概有一百多个人办那样 然后就是说让我们给他们开门 然后我们那个负责人就是一早去办事的时候把钥匙带走了 然后就他们强行就拿了那些就是专门窍门用的那些工具 过来把我们的大门都给锯掉了 就强行锯开之后然后人都冲进来 直接冲到二楼把那人全部都压下去了 有的送到医院了 有的在救助站 他们是这样说的 但是具体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人 今天来的都是政府部门的警方 有深圳市统战部的 还有深圳市宗教局的 还有大鹏区公安分局的 那些病危的那些病人啊什么的 行动不变的 他们都强行都压走了 所以他们进行这样一个行动之前 有没有说是提前和你们说过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很突然的今天这么一个行动 对对对 就今天早上特别突然 之前跟我们说就是说会临时帮我们找一个就是过渡点 也在大鹏区范围之内 然后就是让我们转移一下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我们也妥协了 也说就可以 就今天早上特别突然就突然间来了有100多个人 就这样就强行冲散了 我们的东西他们都不允许我们带走 我们的私人物品 还有就是我们买的所有的东西 他们都全部给我们添了封销 数小时后 该基督徒又告诉本台 政府找来的工人将厨房完全拆毁 并将坚持留守的工作人员全部赶了出来 深圳市基督教关爱中心成立于2011年 是一个由基督徒自发成立 收留帮助无家可归者和各类弱势困难人群的爱心机构 由于中心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均有宗教背景 因此平时也会向被救助者传讲福音 此前关爱中心已经历过多次逼迁 日前 龙岗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对负责人曹南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 称中心长时间组织开展唱诵圣经 讲经传道等宗教活动 而该场所未经市区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审批和登记 则令立即停止活动 依法取缔查封涉案场所及设施 并处罚款3000元 曹南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中心内共有50余民救济者 上午被强行带走了约20人 而当局强行取缔关爱中心属违法行为 此举一是对于基督教的打压 二是对于民间救助机构的控制 它是以这个非法宗教聚会为理由 不只是一个理由 按照理说宗教聚会只能够解除这个聚会 能够影响别人的居住 现在是不允许我们居住在那里 我们租了一个500平方的房子 能够容纳了60人左右的住宿 所以他这个做的本文就是一个违法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 我们是一个基督教 基督教的事情比较保守比较谨慎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个 中国政府在这个社会救助 慈善方面 政府一个垄断制 垄包制 民间还没有这个先河 所以他们也是 碰到这种情况 他们就是比较保守 不敢尝试放开 所以他们的小方法来取缔 主要是这两个方面 苍南表示 这么多年来 一直秉持的原则是信仰的底线 要信耶稣 要聚会 能够自由地做慈善 帮助有需要的人 对于政府的要求 愿意进行沟通配合 但不会因此而改变坚持的原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